Hello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Anime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暗黑奇幻系列故事 五官商店 孤单的小伙子坐在床上 突然一个爆牙提着箱子走了进来 箱子里是几张嘴和几对眼珠 小伙子因为遭到了诅咒 失去了自己的脸 还有他所有的记忆 他如今只剩下唯一的朋友爆牙了 在爆牙的鼓励下 小伙子将一对蓝眼睛装上了 好像还蛮合适的 不过这个嘴好像不太喜欢他 气氛诡异的衣食界里 爆牙带着一个五官不太完整的小伙子 来到了商店 疯狂地敲铃后 桌子底下钻出来了一个奇奇怪怪的老板 小伙子打完招呼后 看向了一排排的眼睛 装上了两个看起来不错的之后 镜子里的他似乎变成了个死神 整个头都成了窟窿 实属吓人 吓出全身鸡皮疙瘩的他 疯狂地抠自己的眼珠 闲谈的店老板和爆牙发现后 给他后脑勺来了一张 把眼珠子给拍了出来 看来这两个圆圆的硬币 呸 这两个圆圆的眼珠不太适合他 我真的没有在暗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硬币小破绽 混了好几套眼珠后 小伙子仍然没有找到一对合适的 于是爆牙建议他看看嘴 但似乎给小伙子找一张合适的脸 真的有点难度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换脸秀 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试完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审美和搭配真的很重要 店老板掏出了针点织绑 针线 感情这年头 不会点手工都不配有脸了呗 小伙子立刻给自己秀出了一张嘴 用力扯 他能说话了 爆牙发誓 会给他找更完美的脸 不过今天他们必须为了这张嘴 庆祝一下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五官商店 你会去光顾吗 虽然说白点就是现在的整容 你要问我的话 我当然不去 毕竟世界上我这么完美 长得好看 脾气好 声音好听的仙女真的不多了 万一换残了呢 那岂不是大家的损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 陪你一起变得更完美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磕和你 下期见啦 请你 请你